哈喽,我是小偉 嗨,大家好,我是小偉 我是老婆女孩 我刚才在东华了 现在在广州 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广州了 现在我们又来到这个修手机的这地方了 上次给我修手机那个接口 暂时能充进去订了 但是这两天充电又充不进去了 我打算把它继续让它修下 就好之后把它卖掉换了 换点钱再去买其他东西 现在的话我们就准备去带赛斯达去看电影了 这个附近有那个和声广场有电影院 然后我在上面看过 基本上都是2D电影 这一次就带他看2D电影 下次有3D电影的时候 咱们带赛斯达去挺一下中国的3D电影 现在先出发去看2D电影和老巫一样 走出发 自从回到中国之后 这个广州一直在下雨啊 现在我们打算坐一辆摩托车过去吧 现在我们在前面看到一个摩托车 师傅去和声广场 10块钱啊 坐上去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陆江服装厂这一带的交通状况啊 出租车根本进不来的 出租车 基本上不愿意进来 缘太多了 现在我们只能坐摩托车去 现在我们只能坐摩托车去 10块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和声广场这里了 晚上最早要多使用一下微信支付 OK了吧 前面就是和声广场 外面一直下着毛毛细雨啊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也不打算出去玩 一段 先去买帽子吧 先去买帽子 看电影还有大概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准备去前面一个卖小视频的店铺 买个帽子 塞住他之前的帽子 上面的英文字母不太雅观啊 这是女孩子最喜欢逛的地方 静止拍照 这个帽子也漂亮 这个帽子也漂亮啊 我感觉主要还是云漂亮吧 戴的帽子差不多也是比较漂亮的 喜欢这个吗 不知道 现在帽子已经选好了 要选这个 看一下 这旁边的 是音乐啊 happend to the music 买单 刚才我们买帽子的时候 顺便买了点其他东西 总共60多块钱 但是他们介绍给我 买100仅50 结果我们就要拿了点东西 拿了两样东西相当于免费了 而且最后只付款50多 这个在中国买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对 现在我们先去看电影票 然后还有时间就在这 转一转 在这里也是牛蛙 铁锅牛蛙 下车的 下车的 等一下我们看完电影来这里吃 来挖小侠 以前来这个和声馆场逛的时候 也想进去吃 也想进去吃 但是一个人吃 感觉没意思 要带个女孩子进去一起吃 啊 帮我拍一拍 好 帮你拍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楼米埃影城 这是和声馆场的第五楼吧 赛速的 又要拍照了啊 哈哈 好 再把这整个拍进去 拍了两张 附近一点重新拍 来 刚才我们在电影院这里买票了 吃不完了 吃不完了吗 一共是几块啊 一共85块 如果我们在手机上面买票的话 两张票需要90块 而且这个买这个的话又需要花钱 但是我们在这里买他有个新的套餐吧 他说买一个套票 这些可乐两杯免费 放米花免费 一个人几块 一个人40多块 我们总共花了85块 老挝是8万多了 8万9万了 老挝是20多万了 85块是21万了 现在我们去那边坐一坐 有凳子了 有桌子有凳子 我们找了个桌子 坐在这里等一会 这里还有唱歌的看到没 现在我们正在这里等的 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 才能去看电影 现在已经5点24了 只有6分钟电影就要开始了 赛苏达我们准备进去了 这喝的带进去 这个吃的他不怎么喜欢吃 太甜了就不要了 你还吃吗 这5号饭饮室 从5号厅这里上去 现在我们是第一个进来的 这里面还没有其他的人 是珍贵的记忆 啊 在 又换24小时了 挺好 哭了 赛苏达哭了 现在我们已经看完电影了 刚才看电影的过程中 赛苏达被感动了 有些比较感人的地方 确实 嗯 这也是中国的一部科幻电影吧 带赛苏达体验一下中国的科幻电影 中国厉害的 中国厉害 能看懂吗 我们看的是流浪地球啊 里面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 危难之机 责任当头 这也算是在赛苏达近视了一下中国的科幻电影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小伟 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